逆天奇岸然这场法庭戏 坐在林夏眉、黄自然身边的这位男士 大家认不认得她是哪位呢 她就是1985年退出娱乐圈 现年72岁的前丽的小生刘伟敏 进军商界成为珠宝大亨的她 现在处于半退休状态 早两年曾经作客流行经典50年 而这次之所以请到伟敏哥 相隔三十多年出山拍剧 原来是因为一个人 监制刘家豪说你要出来见面 他说来 帮我们客串 这次你的角色是 做陈展鵬的爸爸 这次会不会有很大的挑战 这么多年没拍剧 还是有些戏人在这里 已经很想快点回来拍剧 三十多年现在拍剧的制作 和以前不同了 所以觉得自己好像一个新人 什么都觉得好像很新 现在他们那一段的 和我们拍剧的都不同了 有什么不同呢 有什么不同的机位 他们现在拍剧的 像电影的方式那样拍剧 和我们以前在宿舍里 那里面整场戏一场过 你不说错一句对白 要整场来的 所以现在对于你来说 有不同的体验 现在好像觉得轻松了一点 会不会说这次过了戏人之后 会想之后再多点回来拍剧 我怕拍完之后 那些个个都 监制导演都说耍手灵头 不会的